大山女孩们的感染力到底有多强大 看完我本是高山张校长说的 女孩受教育可以改变三代人 深深震撼着我 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 咱们来简单聊聊真实的观影感受 当看到张老师一次次揭露残酷现实 苦口婆心的劝说孩子 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只能够去嫁人生孩子 如果生不了儿子就要一直生下去的时候 当看到山岳被迫嫁人 甚至被丈夫活活打死 妹妹山鹰万念俱灰 抛弃学业进城打工 张老师又不辞辛苦找到了他 将他劝回学校的时候 当年轻的老师们带着孩子们来到清晨的高山之顶 跟他们说 看在东南西北方向多少公里 有哪些著名的大学的时候 当张校长在黑夜里 在半山坡上用手电筒的灯光 用那海向山沟那边的学生 报高考成绩的时候 再重新读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我欲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 我生来就是人节而非草芥 我站在伟人之间 藐视卑微的懦夫 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有家长晒出了观后感 电影传递了知识改变命运的观点 让孩子理解到这些就足够了 难怪央视也直言 电影不存在贬低女性 纯属断章取义 以偏概全 对网上所谓的张校长拒绝发言 有没有关注过其实是害羞和自谦呢 不会只有我一个人被感动到了吧 有没有关注的 感谢观看